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欢迎回到齐平天下 在上一节当中呢 沈先生谈到说 中国两国合作去开发远东地区 对于俄罗斯来说是一个 唯一并且最好的选择 那么这个计划对中国来说又如何呢 沈先生你怎么看 当然中国也有中国自己的考量 是吧 首先我们就讲这个合作计划呢 一方面是美 这个俄罗斯的远东 一方面是中国东北 咱们就是中国东北了 这个中国东北呢 一直想要好好开发 但是显然并不如人愿 特别是跟珠山脚 长山脚 就这么一比 相对来讲就比较滞后了 原因很多 当然一方面跟它产业结构 比较老化有关系 二方面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区位条件 相对比较封闭 它出海口只有一个大连 那不像这个珠山脚 长山脚 四龙八达的 那么所以这个中俄 以后在这方面合作的话呢 有一条非常值得注意的 就要开一条新的铁路 叫新的铁路从中国东北 北上经过俄罗斯的阿姆尔州 沙哈共和国 一直沿着太平洋北上 一直通到北冰洋 这是一个非常宏远的一个计划 这个规划是非常有大手笔 或者说有企图心的 那这个铁路按理说 新建起来难度不小 难度不小 尤其在那个动土的一些地方 但对中国来讲 难不倒中国 因为中国是世界上 所谓基建狂魔 有资金 有技术 有人才 有技术建设能力 还有解决动土能力 而且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个铁路回收期很长 所以在一般的市场经济考虑下 一般的不要说民营企业 就算一般的政府都未必愿意去 做这么一个决定跟行动的 但中国不一样 中国看了很远 您刚刚谈到的几个条件 一般国家是达不到这样的标准的 那您谈到了说 中国短期之内也没有什么样的收入 那么长期有什么利益呢 长期利益相当可观 首先我们刚刚讲远东地区也好 中国东北也好 资源都非常丰富 第二你看得更长远一点 中国东北再加上韩国跟日本 将来也会经济整合 我讲都是几十年以后 这整合起来以后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能量中心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 中国再通过这么一条铁路 就能够把相关的资源就往北中 而且你刚刚讲 我刚刚讲这条北冰洋铁路 就完全可以绕开 现在走北冰洋那条路 就是日本海跟白宁海峡 节省了很多的路线 节省了很多的成本 换句话说 中国将来就全部任督二脉之外 又通了嘛 路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还有一条冰上丝绸之路 如果说这个规划落到现实的话 真的是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了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主题 您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它有很多的轮廓和特征 除了说最开始谈到的这个维霸 VS反霸 还谈到还有两个 其中第二个说的是世界岛的概念 那怎么去理解 这就跟刚才我们讲的有关系了 我们以前介绍过世界岛 最早以前1902 刚提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那太遥远了 怎么那样的亚洲非洲欧洲 那么连在一起 你谈哪个世纪的事 好 那现在可以看起来 越来越浮现出来了 那个当年这个麦金德讲世界岛 的时候就看好这个世界岛 未来发展前景 而不会看好美国 像这些远离世界岛的国家 这些以后再谈 好 那么世界岛 现在已经开始审核了 世界岛的东边是中国 西边是欧洲 南边是印度 如果再结合伊朗 再结合沙特拉伯 中东 再结合俄罗斯 这个条件很具备了 那缺了什么 缺了是网络 那现在高铁也通了 是吧 然后中国半列 这个现在已经每年开通 超过一万列以上 还有海上石头之路 还有再加上路上石头之路 那就整个世界岛亚欧飞 这一整块就是网络化了 那么所以这个 就我为什么讲 这个感觉就出来了 就真的浮现出来的感觉 这真的是一个 百年未有这大变局的一个图景 就在眼前的感觉 而且我今天还特别强调 已经不只是百年未有大变局 而且是五百年未有大变局 这话从何谈起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人类过去五百年 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为什么说五百年是大变化 因为近五百年来 这个世界上就有九个海洋强国 葡萄牙 西班牙 河南 德国 法国 英国 还有俄罗斯 美国 日本 这个写了一部海洋强国史 五百年 其实人家忘了 第一个海洋强国是中国 这我们都知道 15世纪初 那郑和下西安 这是远远领先 哥伦坟迈子 可是中国自己把这条给封了 其实下西安以后就停了 所以就把海洋强国 就很好的积蓄 就让给了西方的九个国家 那好 现在中国回来了 我现在重新要走上海洋了 对不对 我重新要走上 既是海洋 海权 又是陆权的国家 所以这个又是五百年历史的 一个翻转的概念 所以说这个世界岛逐渐浮现 它对于中国 美国 乃至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 都会产生一个十分深夜的影响 那具体来说的话 对于过去几百年 处于劣势的路权国家 包括中国来说 今后会有利 反而说对于过去几百年 处于优势的这种海权国家 包括美国 反而是不利的 对不对呢 你讲的一点没错 所以这就联系到 我们今天讲的第三个轮廓 就是中国世纪 已经迎面而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刚 我记得前两个礼拜 我们谈过一个中国世纪 或者中国知识的概念 那个时候我给中国知识 我中国世纪给了几个条件 一个是必要条件 一个是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做到的 就反霸 因为世界上如果还有像美国 这样一个霸权的话 你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知识 不要说中国知识 不可能有个世界太平的实践 所以中国现在已经在做了 可是光反了霸 霸没有了 未必保证有一个知识出来 那时候中国还必须做几件事 那就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有三个 一个条件就是 要把现在的 已经被美国搞坏的国际秩序 要重新给它改良 优化国际秩序 中国现在也在做 对吧 你美国在制造矛盾 制造战争 我中国在触合 对吧 伊朗跟萨拉拉伯 就表现得太好了 让全世界的耳目一心 第二个 就中国也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 我们中国自己认为 颇有信德的一套 国家治理体制 那你喜欢不喜欢 你自己看得办 你可以做参考 对吧 这也是中国支持的第二条件 第三个条件 中国也要给全人类 世界的发展 指出一个终极的大方向 那习近平最近 这两三年都提了三个概念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你说我们人类要追求什么 第一就是安全 光有安全不行 还要发展 光有安全跟发展也不够 还要文明 所以中国一个一个在提出 人类世界未来发展的前景和方向 好 本来以为讲到这儿 就告一个段落了 没想到今天咱们谈这个问题 我觉得给中国知识 又增添了一个助力 那就是整个地缘形势的变化 就刚才你前面提到的 如果说这个世界岛已经浮现出来了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世界岛浮现出来 对路权国家是有利的 对麦靖德以前分析的 属于边缘的那个海权国家 它指的四个地方 美洲 澳大利亚 英国跟日本 是相对不利的 那他们过去比较有利 是因为他们站在交通运输 那个时候路上的交通 不那么方便 海运时代 但现在呢 路上交通 刚才讲的高铁也好 网络也好 冰上市路 从中把这个世界要整合在一道了 所以中国是拥有 同时拥有海权跟路权的国家 美国不是 美国只有海权 美国的海权在过去一个世纪 两个世纪里面 给它占着便宜了 为什么呢 一个太平洋跟大西洋 没人打得到它嘛 那个时候没导弹 对不对 大炮打不到它嘛 是吧 所以那个时候 对它这样最有利 但它没有路权终身 路权终身一个北 像加拿大 一下子就北冰洋了 没什么南向拉丁美洲 也没什么搞头 所以美国呢 本来的优势 现在变成最大烈士 那中国呢 相反的出现一种形势的翻转 所以中国世纪呢 除了我刚刚前面讲的 这个消极的条件 这个反霸 这个机器条件 充分条件 那三条之外 一直在加上一个地缘条件 那我觉得 这是中国的幸运 也是世界的幸运 真的是一个非常超前 有前瞻性的一个分析 当然实际上 您刚刚谈到了这个中国世纪 谈到了世界岛 加上最开始所说的 这个就是新冷战的一个格局 共同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便区 目前正在一步步的现成 实现 当然很好奇的是 这样的一个新格局 如果形成的话 它能够持续多久呢 精彩内容 我们立刻进入岛 评说心语